因为跟我团的人 到了看布布的时候都已经会一些中文了 外国对中文的概念就是说 中文是全世界最难的语文 这不是我讲的 这是联合国认证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会 它说根据它的定义 全世界有七种语文非常难学 台译第一是咱们中文 第七名是德文 很多说德文难学 其实它只排名义气 法文还是德文难学 那至于说英文那就没有被排在西 英文是好学的 对 所以外国对中文的概念就是说 中文是最难的语文 在德国 在德国讲的诚语有一句 其中一个人的能力多强 德国如果要描述一个能力很强 他的说法是说 这个人连中文都会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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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不是 他们从小就认为中文是一种神秘 神秘不可理解的东西 所以他对这种东西就是说 反正我不可能会 一直我就不去注意 外国来中国 来中国对中文就抱着这种 反正我也不会我就不去注意看 就是这样 反正看到我也不会就是这样过去了 可是你说能勾起他一点兴趣的话 他会很喜欢跟你选中文 我都每一天都来跟我问中文 比如说你跟中国人是画图嘛 对不对 这个是什么 为什么这个叫人啊 来吧 看你 我真是看你